在荃灣線金鐘至中環站的位置發生意外之後 關減會得到多少懲罰 其實我覺得昨天如果大家有看到馬時康主席會見傳媒之後 我覺得稍有透露 根據現時的本來可加可減機制而引發出來的 看他們的服務表現而引申到所謂的懲罰機制 如果根據港鐵的口風 他因為不覺得自己錯 我相信他抖領都不會給的 如果根據機制的話 只是一些港鐵自己的職員的錯 引致到一些安全等等 他覺得在控制範圍之內 他就會負責 去年2018年罰了2千萬 但是對香港廣大市民來說 有兩整天是完全沒有服務 而根據港鐵面對傳媒 或者面對公眾的時候 一句道歉都沒有 只是說多謝各位市民的包容 很明顯它是沒有 是抖領悔意都沒有 所以很可能引申出來的 我不知道根據現在的懲罰機制 但是相關的條件 港鐵會不會是一元都不用握出來 雖然現在的新的懲罰機制 在早前就將那個上限提升了 但是只是它停止服務超過12個小時的話 就已經加了一個上限 就是2千5百萬 那究竟對這麼多香港市民來說 受到一個這麼長的影響 而一個這麼廣泛的影響 究竟有沒有機會 是懲罰到港鐵呢 我們不知道 可能港鐵之後又會撩表心意 有一點點的心意 要給大家 就可能在周末那裡 又送回一點點給大家 我不知道現在會怎樣處理 但是我要講些很荒謬的地方 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根據現在的港鐵條例 或者香港鐵路條例 其實行政長官是可以 是額外懲罰這個港鐵的 就著可能他們的服務表現 安全等等 但是大家說你都不信 是在罰幾萬元而已 可能是第一天罰你一萬 第二天罰你多少少 如果連續下去的話 第一天罰三級的罰款 就是一萬 第二次私家 就不得超過第四級罰款 是不能超過 就不能超過二萬五 第三次就不能超過五萬元 如果任何持續性違反的話 每一天都不能超過一萬元 是不是賺光了呢 所以港鐵現在為甚麼呢 是有個這樣的 二千五百萬 最主要都是因為 在那個票價可加可減機制那裡 是涉進去 但是我之前也都說過很多次 引用一個例子就是 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呢 他們自己也都有個鐵路條例的 而呢 他們呢 在二零 在二零一四年呢 就更改了 鐵路條例 他們呢 其實一早已經將那個 罰款機制和那個 罰款的上限呢 本來已經設立了 在這個 整個法例裏面 而當時呢 本來是最高 是當地 升值一百萬 但是因為有見到呢 他們的服務質素呢 似乎是得不到市民的支持 所以呢 就將那個罰款 就開始提高 提高到呢 就是跟他們的這個 這個叫做 票務收入 每年的票務收入 掛鈎 是去到一成 這個呢 就是他們本身那個條例的 第十九條 潑湖1A 潑湖B 那麼這裏呢 就清楚列出了 當然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 現在我們那個懲罰機制 一個很大的缺陷 我們是 正是知道呢 是用每一個事故去計 跟著還要用呢 是最長被拖延的 那一班車的班次 去計算那個價錢 但是對 但是如果在那裏 押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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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話呢 市民是 雖然是受苦的話呢 但是都是罰一班的而已 但是呢 根據新加坡的鐵路條例呢 他可以整體看回 對乘客那個 那個 就是對乘客那個影響 或者 該次的事故 引來 對乘客的整個影響呢 去計算的 那當然呢 他以往呢 都罰過 都 有些都幾 幾 幾厲害的 譬如說呢 他試過呢 罰過呢 5.4個million 即是升值的 是540萬的 是說的是 2015、16年 那跟著呢 亦都曾經 是 因為死亡事故呢 亦都被罰呢 是接近是升值 就是兩球 即是兩個 200萬的 那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呢 正如我指出了呢 我們現在的鐵路條例呢 懲罰的機制呢 實在相當荒謬 也都不算是真的 我們 每次都要找特首呢 才可以叫做懲罰得到他 而且呢 那個金額呢 也是相當 就是相當微細 簡直就是 沒有意思的 那所以呢 如果 我們也都見到呢 現在的所謂的懲罰機制呢 也都 非常之不透明 相當黑暗 那所以呢 我們認為呢 是 政府呢 是應該考慮呢 是修改這個鐵路條例 香港鐵路條例 是將一個懲罰機制呢 或者修訂現在的條款呢 是將一些相關 適切的考慮因素呢 放入去機制裏面 令到這個機制呢 更加透明 而呢 也都將那個懲罰金額呢 是應該去提高 跟他們的這個 營運呢 票務收入呢 或者其他營運收入呢 去掛勾這樣呢 才是有效果的 那 我也都 就是 對了 這裡做了一個簡單列表呢 就是呢 近這幾年的 港鐵 根據這個服務表現安排呢 被懲罰的 那麼2018年 有12宗呢 就已經去到2千萬 但是如果 根據現在現時的機制 正如我所講呢 其實很可能呢 港鐵有機會呢 縮骨地呢 是一元都不用給 就是賴到個 系統的供應商那裏 說完全不關自己的事呢 那可能就是 一個先都不用給 那就承發呢 就白白受苦了 而那些根據新加坡的安排呢 那些罰款呢 收入之後呢 是不是 不是放回到鐵路公司那裏的 是有一個 public transport fund 就是有一個 公共交通的基金呢 是有一條法例管的 那跟著呢 就會將這些基金呢 是幫助一些乘客 包括呢 是鐵路的乘客 而以往呢 我們見過呢 是去幫助一些 是比較基層的市民 在新加坡 去資助這些基層的市民呢 去承搭公共交通工具的 而香港呢 大家都知道呢 那些罰款收了回來之後呢 都是丟進去給港鐵 那跟著呢 就在那些不知什麽單程 那些優惠那裏呢 就放了一次給你的而已 那所以 其實整個系統呢 正如我所批評呢 非常之不透明 也都是好像 關門大家講數的而已 而且很可能呢 今次呢 第一 罰可能斗鈴不用給 就算如果真的罰 最多2500萬也都卡了 即是已經封了頂了 那所以呢 希望政府呢 好好地去檢討這個懲罰機制 考慮修訂這個條例呢 令到呢 可以更加適切去回應市民的憤怒 不安 和我們 我們覺得已經受救了 謝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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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there is a closed door discus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TRC without knowing the reasons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So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reference from the Singapore legislation And by amending the present Mass Transit Railway Ordinanc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enalty Because pursuant to the present legislation The extra penalty can be plac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10,00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ich is totally unreasonable to the disruption cost to Hong Kong people So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reveal the relevant ordinance And to take reference from the Singapore's version In order to escalate or at least to raise the possible penalty For example to 10% of the fair revenue every year of the MTRC corporation Thank you e ту And e